好,回來了,我們見到欣子丹在旁邊 聲sir 這個環節就是應聲sir的要求 其實聲sir我覺得這個要求其實也不是要求 其實正在幫助觀眾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難得有一個時段 可以加多聲sir時間,連尾大家都知道他是忙的 而他又可以抽到少許時間出來 可以幫到大家的觀眾 其實大家要知道 算命,每個師傅都是醫生 但最重要的是幫助你心裡想問的問題 是的,這個很重要 幫到大家,或者給大家一些好的建議 希望大家多打幾個字支持一下我們 支持我們,厲害也好,準也好 或者超厲害也好,超準也好 也給我們一些能量 很需要你們的能量 最重要的是去聲sir的Facebook YouTube Channel,訂閱 以及支持,多些分享出去 甚至乎覺得聲sir你解得好,又帥仔 不妨可以聯絡聲sir 當然是關於一些命理風水的事情請教他 不要想多了 好嗎? 好了,我們來了 聲sir,因為始終有十個 好! 好嗎? 先掌握個馬 一來來十個,狂十八獎也頂不住 不要錯,再過一來吧 雖然說打十個,但也沒有人知道 好了,我們先來了 Kenneth Yip,我抽了 藍嗎? 藍嗎? 藍英 好了,香港出生 1968年6月11日 西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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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需要收工的 所以 盡量解答就會快一點點 按住你們的問題 我聲sir會答得精準一點 最重要是希望幫到大家 那我想問 下年的榴槤財運和事業運是怎樣 因為 他說他之前是困難重重 如果您問2023年 我們叫做貴卯套年 這一年 如果您問在工作上方面 設計 不要跟別人合作 投資 甚至會有一些競爭對手出現 我不知道您是做什麼行業 如果您說打工的 那就要注意 在工作上會被人容易搶飯碗 是的 如果您說自己做生意 那就會容易有競爭的對手出現 第一點 第二點 留意一下 明年會容易有些 口舌是非之爭 所以 你問明年 真的是一般 但又不需要太大擔心 如果您的工作 向外發展 譬如我賣的產品 我做的行業 是出門出外的 或者是外銷 或者是外地引入 相反會比較好 即是本地市場 會比較辛苦 艱辛 還有 記住這個八字 千萬不要做任何的投資賭博 做投資賭博一定會輸錢 而且非常有利 做女性員的產業 賣女性的產品也好 或者是女性的後援 是比較多的 都是對你有利的 所以有時候 你問工作 可能在算命來說 我們真的要知道 你是打工還是做生意 是的 因為有分別 絕對有分別 是的 譬如有些人行運打工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做老闆有很大分別 是的 即是你問我找兩萬元 突然變成三十萬元 所以你要知道 OK 有一個觀眾 央青man 他說聲sir超級準 是的 沒錯 剛才有觀眾 特別我最記得 有一個觀眾 李詠怡 李詠怡 剛才你說他本身有麻痺的狀況 他說是的 所以如果你們 或者李詠怡 你有問題的話 可以不妨 找一下聲sir 詳細看一下 好嗎 再來 聲sir 我們下個 就是卡東尼 OK 他是男性 來的 是 1964年 10月4日 凌晨的 凌時三十分 他想問第二段的恩怨 可不可以到尾 和六十歲後退休生活 可不可以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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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無休呢 先問恩怨 可不可以到尾 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問得 會不會有些事情呢 難命 六四 10月4日 沒錯 沒錯 嗯 嗯 嗯 五十九 問恩怨 第一件事 明年的感情方面 他問第二段恩怨 會否到尾 第二段恩怨 第二段恩怨會否到尾 OK 今天真的有很多感情問題 是的 如果在六十二歲 即是二零二六年之前 感情方面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嗯 但是二零二六 至二零三五 這十年 就要注意了 感情方面 其實溝通方面 就會有反覆不定的現象 補充少資料 因為他說現任 比他年輕十六年 嗯 是的 是的 好了 年輕十六年 不是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別人的第二段感情 甚至是三十年都有 嗯 所以我覺得 這不是一個問題點 是的 重點是 你的健康 為什麼呢 健康的感情史 有的 你的健康差 反而在感情上方面 生活上的溝通 就會比較差 特別在二零二六 至二零三五年 這十年 要注意健康 健康不好 感情就會有反覆的現象 因為第一件事 衝呼妻功 第二件事 健康這顆星又受傷 特別是頭部 面部 頸部 還有氣管 大腸 消化功能 這些先天都是比較差的 藥 記住不要煙 不要酒 不要吃一些生冷的 這樣就會好些 不要夜睡 嗯 感情方面 二零二六 十年 反覆不定 十年都反覆不定 是的 十年反覆不定 如果你運 如何化解 第一件事 化解 就是你命甲 當中 你和你太太的填紮功 因為行衣的運 便會出現問題 哦 是的 其實感情不好 或者健康不好 原來和你家裡有關 哦 還有飲食有關 是的 OK 多些溝通 多些溝通 是的 大家心平氣和 是的 你的感情最好是向外發指 我和我太太 出去賺到錢 去游浮 是可以的 你的感情就會很好 OK 他就問 退休之後 生活無休嗎 六十歲 生活方面 沒有問題 是健康 剛才也說了 哦 是 是 注意一下 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注意一下大腸 消化肚 血液 如何都好 做多些身體檢查 每年一劑 是 沒錯 下一個 PFL 他也有留言 有支持一下我們 兩位主持 你好 他是女命 女命 是西曆的1974年 4月19日 晚上的2點 即凌晨2點 是 想問一下 有沒有姻緣 是 因為此人已經半百了 替他擔心 74年 49年 你不要老鬱她 說她半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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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命問感情 沒錯 是 有的 有感情的 是 但感情是不真實的 很虛浮的 是 會有的 最重要的是 要多些交際應酬 本身也是適合的 有交際應酬便可以 而且 在一些 怎樣說呢 容易在一些 和工作上有關 或者活動上有關 便會容易認識到另一半 嗯 哦 這樣 是啊 那便可以專注持同事 專注持同事 是啊 明年已經開始有 其實今年也可能會有少少出現 即是2022老虎年也有 但如果老虎年未真正出現到 那你就 2023就要主動一點 是 還有一件事 記住 你的感情方面 就 要喜歡一些 比較特別一點的男性 例如呢 不是 藝圖夫 哈哈哈哈 不是 其實 要喜歡一些男性 是 怎樣說呢 特別機能 內向一點 或者是 沒錯 有技能的 有技能的 可能是做電腦 做IT 做support 或者是做一些 內部性的工作為主 都是適合你的 哦 還有呢 容易是 做一些大公司 做一些大公司 是的 男性的特性 是會容易大公司的 啊 OK 那 就是 剛才所說 就是 給了一些意見 PFL 那你就可以 鑽 好碎你的句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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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9點30 一半問恩怨,拘捕了很久 差了很久,好的 第一件事,名格適合嫁大利五年以上的伴侶 第二件事,对方需要一些大型公司工作或走动性的行业为主 以自己的感情来说,不要想太多 原来有些八字经常要黏着妈妈,就难有感情 正常,我是一个男生,我过来认识你妈妈还是认识你? 所以这位朋友需要注意,如果是常要黏着妈妈呢 感性方面会弱 printing 所以只要多自己一个,出去 一 Zel, Pop, Riz. 是的 这样会改变你的气场,明显的 你看看你有沒有跟媽媽一起住,經常要黏著媽媽 也是的,其實是對的,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她連上班都帶著媽媽 她是女士,她三十多,應該未到四十,三宗 但她都說她很久了,但她連上班都帶著媽媽 她是很美女的,但我心想,我是男生,我也怕你 我走過來,純粹想抄牌,你媽也看著我,怎樣抄 沒錯,沒錯,沒錯 Poian18,希望給了一些意見給你,原來的關鍵可能在你媽媽 而且,出外會容易認識異性,記得多點出外 其實你的八字會容易有暗戀的情況出現 其實可能你喜歡某一類型的人,可能你已經有目標 或者某些人對你已經有目標,但是大家遲遲都未開口 或者沒有發生,只是經常想,幻想 對,接著就打電話來問我,然後便回家中只有一個相照字 對 然後去了地裏,然後經常看的東西看著幾年 那個人又認識了另一個女性,你便回到未開的機會 所以這八字是一種主動的 所以簡單來說,結論只有一個就是放膽去罷 是,一定要放膽,放膽一定会找到你的心愿目标 加油,好像我们现在有的观众,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电视频的观众 大家互相支持,除了给我们之外,互相支持给我们的观众 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加油,既正能量 好了,轮到下一个,又是女士,又是文姻缘,是女命来的 1991年3月14日,早上6点05分 简单直接,文姻缘 913月14日 也很年轻 嗯 第一件事,你容易认识的义性,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第一件事,你看看会不会工作 读书的时间,朋友介绍,会容易在这方面认识到 第二件事,就是对方不要太高要求 因为命格当中,原来是食神通筋,通筋有力 所以有时会对异性有一个很高要求 我曾经说过一件事,我的八字最喜欢蠢的男人 是的,蠢的我最不喜欢的,偏偏追我的全都是蠢的 原来你的八字偏偏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就是很厉害的,但你认识的异性可能反应慢一点点 是的,或者是猪油包一点,但他也有一个情况 这个男性,人缘是非常好,人缘和花非常好 简单来说,出去交债应酬,这个人是比较好一点 是的,如果你问我感情方面,你不需要担心 你会有的,但只是一件事,简责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而导致男性或男朋友会突然间离开 突然间离开,离开还是离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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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在一起了 不,不跟你在一起了,分手了,不跟你玩了 就未去到离世了 是的,未去到离世了 是的,要留意一下一件事 是因为无形中会给对方一个压力 而可能你是不知道的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认识到对方的时候 就不要太过紧张对方了 过分紧张对方无形的压力 因为对方说明,都是要自由 而且很喜欢留在家里 或者是喜欢做自己的事 是的,简单来说,责男 是的,你要选一些责男一点的男性 好,明解,再来吧,声sir 好,我们又来了 SOE,SOEJZ 她就是女命 这个我觉得声sir一定要给她意见 我很担心这件事是一件骗案 是,1988年 88年,1988年 是,7月20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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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问今年转工和美国签证是否顺利 这是第一条问题 第二条问题 她现在认识了十年 但日日在网上聊天的朋友 但是是二地二国的 是否正缘呢 嗯 这些叫什么 嗯 古代一点,叫Plan Friend 十年了 十年,她真的写十年了 是 我开始看错了十天 十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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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了 十年还在网上聊天 你才搞清楚对方是否AI 是否应该回答第二个问题 感情先 来来来来 十年 你会遇到一个男性 为什么呢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 对方很有心思 你会找到一个男性 很多计划 很喜欢幻想 很喜欢想 而且是经常 晚上才出动 正面还是负面的 如果她做的事 譬如我做设计 我写程式 是否要想办法 是吧 譬如我写一个游戏 也是计划 所以你会认识到一个男性 会在这方面 会特别强一点 是 而且她自己本身 会容易有正职和兼职 或者是一些自由性的工作 作为主 所以你问我 在感情方面 这个是否合乎 你现在 说的十年这个朋友 如果合乎 那就可以开始了 不合乎 就是可能是朋友 是这样的 是 因为从你的命中 反映对方的特性 对方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 突然间做事方面 很心急 很暴躁 或者突然间的事 原本也不用做 突然间公司一打电话来 就立即要去做 所以你的异性 就是寄情于在工作上 是 是 亡都咬 就是大家 常常都是相处 是吧 但是好像 不是那件事 不知道 所以 Soy 你自己才最清楚 所以刚才 聖sir所说的情况 你先趴进去 是吧 如果趴得到的 那就是杨过 是 趴不到的 那只只只鸟 你想清楚 好不好 好 那我问回正经的事情 是吧 他们想问转工和美国的签证是否顺利 是 如果你的签证在2022年 老虎年去做 签证顺利的机会是极高的 嗯 极高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 不需要担心 是 但是如果你问我 今年我先想定 现在去搞 搞得到2023后 你要注意 文书上方面会出错 是的 即是可能有些 字写错 地址写错 或者文件 写漏 或者要后補 要留意一下 这些事情 会影响你的证件 但是 重点 都应该可以的 嗯 不过今年做 和前一年做 就差一点 哦 今年 二三差一点 慢一点 流程可能会有些左隔 细心查清楚 一些东西 是吧 是 还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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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转工 想问今年能不能转工 或者 今年 2023 会有人 不要 不要緊 因为 因为 升sir 从我角度来说 已经很厉害了 超出了我的预期 是 工作上 你不需要担心 有机会有人介绍工作 所以 多些跟别人分享 沟通 应该没有问题 是 不过一件事 就是 你做的行业 有时 会比较 灵乱一些 简单来说 我请你 就是做 打文字的 打电脑 但是 可能有些 不应该你做的 可能由你做完 是的 所以 建工的时候 要问清楚 所以 结构很容易 就说 这些都不是做这份工作 是炒老闆 所以 有炒老闆的结构 特性 OK 那就注意一下 SOY 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又继续跳下位 好 Mai Chen 她是女命来的 1964年 11月15日 早上6点 她就很简短 但三条问题 问财运 子女考不孝顺 晚年好不好 那么 我focus在财运 和晚运 子女考不孝顺 都是晚运 好吗 财运 很少意见 未来一两年 好 如果问财运 其实本身是适合找人合作投资 或者自己做老板 是的 如果你说财运方面 如果你会找人做 在走这个运 你便要小心 我真的 可能是赚钱 原来这个运 就是破财 耗钱财 特别是蛇运 猪运 猴子之运 都会容易选手 甚至九年都会容易 会容易破财 所以你问财运 我回答了你这几年 好 晚运 好 其实一般晚运来说 是多少岁 是多少岁 没有定的 有些人叫八字 晚运行好运 衣食无忧 有钱 一般来说 可能是八十三至九十内 是的 但这个也要看他本身的福报 以及人的生活 工作压力大不大 会否多受善感 这种情绪也会影响 住的环境会否很逼压 或者是一天加草屋币 这些都会影响自己的受缘性 是的 所以没有说是一个公式 有些人可能四十至五十岁 都会癌症 都会死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在健康方面 最重要是不要常常 有太多负面的情绪 或者想的事情太悲观 或者把事情常常放大 是的 尤其是我们在算命 说你今年不好 相反 你可以找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或者是把主要目标去其他地方 OK 好 我先看看曼文 好吗 是 第一件事要注意 血液的问题 你慢运好不好 都要跟健康方面有关 是 要注意血液 消化系统 会容易有风 你这个八字 会容易有风 还有容易是头痛 消化系统不良 肾功能这方面会比较差一点 要注意神经系统方面 这方面会比较弱一点 是的 特别是会容易在左边 嗯 特别容易在左边 嗯 OK 左边头痛 或者左边抽筋麻痹異名 嗯 OK 好了 Mae Chan 要注意一下 我们又来 继续清除 下一个就是HC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回答 她是女命来的 是 1967年 你问1967 9月30日 早上6点48分 好了 她就想问 下月 即是2月的2月中 就是争取女儿的抚养权官司是否成功 嗯 还有晚景如何 嗯 好 好 哇 争取女儿抚养权 那即是她都迟结婚了 应该 是吗 是吗 那即是 万分感谢两位盡兰 悠心的妈妈 想 是 是 OK 如果你问明年2023是做一些离婚的文书处理的事情 就反复不定 嗯 或者这个情况 就未必是即时会有一些很明确的 或者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答案 那要去到何时呢 去到快者就要去到2023年的11月 如果内者就要去到2023年 即是2024年 哦 甚至有机会到2025年 是的 即是农年和蜜蛇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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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婚方面来说 其实是会分开两部分 嗯 第一件事就是会看你和子女的关系 以及你财务财政的能力 嗯 会解决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才继续扶养权 所以其实不是一次过做了两件事 所以如果你问我 首先一件事就是 你个人的表现要稳定 嗯 不要骂情绪 因为你的八字很容易骂情绪 嗯 是的 情绪是会影响你的分数 即是观看你 嗯 那你要得到你的子女 或者财产等等 也会有机会打折扣 嗯 特别是明年 嗯 那 第二件事 负面的能量很重 想的事可能有机会很悲观 嗯 或者很绝望 那记住 要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要自己去调节 如何调节 八字很简单 一样就可以 不用付钱买又不用配戴 找朋友就可以了 是的 你的朋友就是 你的调节最重要的能量 我可不可以问一件事呢 如果我听你刚才所说的状况 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即是不要介意 这宗官司你会输的 但可能你输完之后 你和女儿的关系可能会好了 未必是 即是输了就没有了 这样 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发生呢 会的 因为第一件事 如果八字会容易 有情绪的困扰 那宗官会对你打折扣 所以我这样说 第一件事是不要负面的情绪 而且你的表现是很重要的 你输就输什么 输这件事 即是以我的经验 你都知道我工作很多 很多时候 在女性方面 会看得比较重一点 而且取得同情分会更多一点 一定是普遍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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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但如果你说 不是啊 我一出来就是我老公 养我 我一元也没有了 户口 那我官也害怕 即是你未有能力 照顾自己 你怎样照顾女儿 这件事也是你的问题 OK 希望解答到你 再回答一条冲 再回答一条冲 他问晚景如何 好啊 再次说一遍 升长辛苦 是 晚景如何 首先一件事 要注意自己的手脚筋骨关节 软组织的问题 这方面是你比较弱的 是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晚年呢 这方面 会容易有手术的现象 第二件事 就是大肠 呼吸系统 都会比较差一点 其实这些是很容易解决的 呼吸系统 你便多做一些运动 抗空也好 或者跑步也好 大肠的问题 不要吃太多好东西 很多时候吃得好东西才会有病 是的 是的 那便要注意到吃鹿的问题 但是呢 你人生之中 就常常会遇到朋友带你去吃好东西 或者叫你去吃好东西 是的 所以你的病 可能有一半 除了你自己之外 可能你朋友帮你 是的 是的 吃东西方面要注意一下 嗯 而且一样东西就是 先天干火比较大 是的 如果知道自己干火比较大 例如烤热东西 煎炸油腻东西 薯片虾片 不要吃太多 杯壳类的食物要小心一点 不要吃太多 譬如虾、蟹、蟹等 都会影响你的身体 如果你问我 在2030至2040这十年 已经有些小毛病出现 健康方面 在2040至2050 这十年会有手术性 嗯 OK 我觉得HC 你问得我们 而清除又回答你 这是一个缘分 是 所以刚才特别的 阿清sir给一些意见 心平气和 冷冷静静 沉沉实实地去想一想 希望阿清sir的意见 是可以帮到你的 还有补充一样东西就是 注意一下肾水和肾功能 不要经常吃一些新奇刺激 或者是试新东西 你的八字就是吃回来的 是的 是的 吃回来的 是的 好的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是男士 就是1984年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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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 然后早上4点40分 想问因缘 什么时候到 和下年转工 好吗 好的 放心 八字正常会结婚 是的 但是你的因缘要异地 工作上而认识 是的 所以你问 其实在2027或之前 应该会有的 異地的意思是什么呢 異地的华人 还是一定要是異地的人 首先 我在香港工作工作 我在国外 例如大陆也好 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可以认识到一些同事 或者朋友 或者网上的 网上情缘 也可以的 第二件事就是 民族意识不同 你吃饭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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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叉烧包 你吃饭 我吃饭 大家不同 就会非常适合 另外一件事就是 大家说的语言 如果可以的话 例如主流的母语 就是广东话 对方可能是国语 英文 或者其他语言 都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生活的习惯有些不同 例如我们香港人 一般是夜睡的 你认识过对方是早睡的 或者理念有些不同 都可以的 好 好 好了 下年转工好吗 下年转工好吗 好 我发觉很多人不是转工 可能看到的事 好像快要转好了 对方说 我也忍够你了 之前的老闆 是 下年转工好吗 其实也好 因为明年已经看到工作 压力大 而且工作主动要来找你 主动要来找你 或者找你的其他同事 也好 变相了都是一个压力 如果你说下年想转工的 可以放在下半年 其实年头都有机会的 2月3月4月都是一个好时机 2月3月4月 其次来说就是8月9月 和11月12月 很多下 所以你发觉压力真的很大 我想转工的 都是适合的 嗯 OK 汪彪 他说 声sir 没错 老闆难顶 忍死忍吊都忍不住你了 OK 好 希望汪彪 解答到你的问题 好了 终于都望见家乡 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Y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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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女命来的 嗯 香港出生了 然后是1982年 12月15日 下午5点15分 她想问 什么时候有真因缘 假的 她已经不重要了 真因缘 和是否适合做生意 第一件事 你认识的男性 会遇到第三者 要不就是有老公 要不就是有女朋友 要不就是有老婆 要不就是结婚 所以你会遇到第三者 所以第一件事 你会遇到第三者 这个名价 如果你说遇到第三者 不要紧 对方是结婚 同国居三年或以上 有个子女 非常之好 这个有机会是真因缘 是的 你的恩缘 也要注意 你的男性 会突然间 一声就走出去 又来? 是的 小姐姐走出去 所以 经常遇到一些 多情多欲 欲念 不是猪欲 欲念 是的 是 说话很厉害 哄女孩 很耍家 所以 说什么也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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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所以追求你 那时候 是很YES 但很快就不知道 去哪里 小心点 你会遇到被人欺骗感情 很快就会吃你 是 你说的 根据市场上的调查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是的 第二件事 你也是适合在工作上 或者是出外去玩 不认识的 嗯 而你喜欢男性 有种特质 很喜欢他很多东西 要么就是很健碩 很有线条 或者很有幽默感 是 简单来说 不是外形表达 而是说话 便会表达给你看 比较进取一些男性 简单来说 你不喜欢闷的男性 嗯 是的 不喜欢闷的 也可不算是说 喜欢一些新奇刺激的东西 因为这些在观感上 有刺激给他 是的 如果你的工作 会是经常走来走去 或者你遇到的异性 可能有机会是做销售 或者是工作的时间不稳定 都是这类的特性 嗯 OK 这是真因缘 留意一下 好了 接着 是否适合做生意 如果你说做生意 只能做一些带货的生意 如果你要有一个实体的 买一件产品 就不太适合你 哦 是的 而且如果你所谓的做生意 是做什么 例如我开广告公司 我开设计公司 我开游戏机公司 我开物流公司 反过来又适合你 哦 所以你问是否适合做生意 所以我经常说 你对应是做什么行业 做好行业 你便适合做 是吧 如果你说不是 我做的东西 可能我买一件产品 回来 我转头要卖给别人 我做代理 可以吗 可能做代理也可以 是 但如果你说我买一个平板 回来 我要转手卖 那就不适合你 即是实体的物件 也不适合你 哦 那就对了 先买一点广告 现在我们招募主持 特别是招点网购方面 如果Yumi你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联络我 我们招募主持 可以帮忙带货 是对的 是对的 他是对带货的 对的 而且他本身有很有时代的触觉 是的 如果你问我 是走一些时尚的路线 是对的 OK Yumi希望帮到你了 无论你的恩怨和事业 星sir都给了一些答案 都差不多了 星sir 不是望见家乡那么简单 我已经到达家乡了 到达了 是吧 是吧 终于 印子丹这个道场 搞定了十个 是吧 搞定了十个 今天很开心 今天我们解答了很多观众问题 不过始终 当然 因为时间有限 坦白说 星sir在白忙之中 抽了时间 其实我们由8点 现在玩到9点50分 都已经两个小时了 不过不好意思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未回答 但当然 我不会回答不了 没有了 因为大哥 我们一天24小时 星sir还要休息 很累了 已经声沙了 所以如果这次直播 答不了你的问题的话 不要介意 我们将来之后 还会有一些不定期的直播 希望到时我可以解答到 不是我 我可以请一些原学家 可以解答到你们的问题 再次多谢各位观众 当然最重要的是 多谢星sir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们离开这个直播 要做一个动作 是什么呢 就是去星sir的Facebook like他 赞好他 给一些支持他 还有就是subscribe 星sir的YouTube Channel 给他一些爱 有空的话 煮些东西给他喝 可以吗 可以 真的有客户 很开心 对啊 很感谢他 所以 真的 今天 星sir是特意抽这个时间 多谢星sir 多谢星sir 今天多谢了 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